北海道正后41小时 新千岁机场重新开放 但值限于国内县 亚培安苏一次出现了 变质结块全面预防性下架 6款产品 全球最长寿的人锐夫妻党 牺手走过80年 是真正的白头斗了 您好 欢迎收看9月7号 大爱全球新闻 我是刘芳瑜 拉丁美洲相当的不平静 短短两个小时之内 就传出了三起的强震 分别是在中美洲国家的巴拿马 规模是5.6 厄瓜多 6.2 而在智利也传出了一起 规模5.8的地震 索性都没有引发海啸威胁 而目前厄瓜多得知已经有一个人受伤 画面当中您看的就是厄瓜多的首都基多 距离镇央其实还有好几百公里 依旧感受得到一阵天摇地晃 民众纷纷地跑出屋外 传出了电线杆倒塌 一个人受伤 索性这地震深度超过了90公里 并没有后续酿成重大的贼情 至于日本的北海道强震 新千岁机场现在是终于重新的开放了 不过目前还是只限定于国内线的航班 只能够慢慢的消化大量的滞留旅客量 也因为只恢复了国内线 真为了外籍旅客呢 也临时成立了这个旅客的避难中心 提供包括食物以及手机的充电服务 至于我们收到的最新外电消息 新千岁机场也宣布了 预计明天的上午 也能够陆续地恢复 大部分的国际航班起降 因此包括了像是长荣以及华航 也都宣布会增加班次 或是加大客机的载客量 借此来协助输运旅客返台 大批人潮涌入机场大厅 会台前旅客大排长荣 受到强震影响 新千岁机场关闭一天后 星期五上午重新开放 国内线恢复营运 原本全日空汉日航宣布周五停飞 因为机场受损状况已经有改善 航班也陆续开始恢复起降 这次地震造成机场关闭 日本再次展现贴心的服务精神 航班停飞千岁市政府紧急设立观光客避难中心 提供食物和手机充电服务 让受困的旅客能安身也安心 另外说到燕子台风重创的关西机场周二关闭后 周五部分国内线也恢复营运 不过燕子快速过境 京都著名赏鹰景点被割堤 至少有30棵樱花树被连根拔起 200棵严重受损 明年恐怕看不到樱花满开 下起樱花雨的美景 达来新闻黄敬廷编译 持续带您关注这一起 北海道强震至今已经超过41个小时了 统计造成了18人死亡 还有20多人下落不明 不过雪上加霜的是气象报告 明天将有一道封面报道 带来的大雨恐怕会增加搜救上的难度 目前北海道灾区的电力 也只恢复了5场左右 部分灾区仍然处于完全停水断电的状态 长长的人龙竟然有序地排队领取食物 北海道6.7强震后第二天 部分地区仍然停水停电 重灾区后震丁的避难中心 星期五提供热腾腾的味噌汤和馒头 让受灾民众填饱肚子 也安抚受到惊吓的心 当地政府也派出水车供民众取用 但最让人担心的是 强震发生到现在 还有数十人下落不明 全都在后震定地区 救难人员与时间赛跑 希望在黄金72小时内 找出所有受困民众 日本政府也把这次地震 定名为北海道胆震东部地震 北海道中午开始下起雨来 但电力还没全面恢复 卖场出现民众撑着伞大排长龙 排队购买物资 日本气象厅表示 北海道周六会有封面报道 将带来大量降雨 强震过后土石松动 各地要盛防土石流灾情 大新闻黄敬庭编译 北海道正后引发了土壤液化现象 多半发生在比较松软的沙层 也含有比较高的地下水位 其实在台湾也有一样的问题 也就是土壤液化的问题 这张图上您可以看到绿色的部分 也就是比较安全的地方 都是落在整个东半部 属于沿层沿盘比较硬的地质的区域 而其余西半部地区 尤其是台中彰化云甲一带 大面积都属于高浅势范围 也就是比较容易发生土壤液化 房屋严重倾斜 地板也均裂 日本北海道强震过后 渣黄市区内出现土壤液化现象 部分路段甚至有泥水涌出 车子像是卡在沼泽中动弹不得 土壤液化通常会发生在松软沙层 且有较高的地下水位 并伴随强烈晃动 从事意图来看 原本的沙土颗粒 就算缝隙中含水 但已经维持平衡状态 但经过像地震这样的外力介入后 重新排列组合 就可能造成沉陷或喷沙 土壤液化对建筑造成的危害 比较不像说是结构性的破坏 也就是说不会说 你这个粮柱断掉 然后里面的人就压死 其实一般来讲 比较不会是这种状况 我们大概都是 比较刚性的这种旋转 或者说是沉 土壤液化成功学 台湾的西部平原和台北盆地 其实环境都跟这次土壤液化的 涨广一带类似 不过专家表示 如果是高楼大厦 有连续壁地下室挖得深 都比较不需要担心下沉问题 至于老旧矮房的话 则可以考虑用地质改良方式 在建筑物下方灌浆 让疏松沙土层交结 是最快速方便的预防办法 整体经费跟打掉重建比 大概也只要五分之一左右 大海新闻台北综合报道 台南市区一台100公吨重的吊车 准备施工时 路面突然塌陷了下来 让车辆陷了进去 驾驶还一度受困 后续调查发现 是地底下的乡寒 实在过于老旧了 承受不了吊车重量 才会引发Tenta的意外 百顿重的吊车 歪斜在路中央 有一大半就埋进地里 这景象真的让居民难以置信 住附近的啦 然后来这边看 看到之后 就很惊讶 太惊讶了 觉得太惊讶的还有吊车驾驶 他明明还派副驾驶座的同事 指挥倒车 怎么东一声 状况就发生了 看看这坑洞 仿佛吃掉了半台吊车 正在另一头施工的水利局人员 赶紧做说明 现在的位置大概是香涵的顶板 上面吗 对 顶板如果今天损坏的话 就下去了 所以这个跟水冲刷 可能两个是不一样东西 解释说这路段地底下的香涵 年代久远 半年前就已经安排 钛缓工程 没想到还没失作的部分传出崩塌 八九米深的地方 有那个湿涩的香涵 那是不是因为香涵破洞 我们灌江又灌下去了 那个香涵的排水 产生到这个排挤效用 前一天的一场大雨 让永康地区淹水 怀疑也是香涵出了问题 接连两天的意外 主管机关立即修补 希望别有民众因此而受伤 大家新闻台南 综合报导 即将到来的三天中秋连续假期 比较热门时段的双铁车票 早就销售一空了 至于在国道方面 今年首度针对国武雪山隧道的部分 在廉价的前一天 以及后一天都寄出了免收费的时段 借此来分散车流 每到连续假期 国道总是变成大型停车场 尤其雪碎 更是不少用路人的塞车恶梦 中秋假期倒数计时高工具 收度推出在三天 廉价的前一天与后一天 上午6点到下午3点 国道5号圈线免收费 考量整个国武 在整个连续假期期间 那不管是南下或北返的一个尖锋时段 在白天都已经没有多余的一个余裕 可以让民众可以再来使用 如果可以调整行使国武的一些民众 他可以提前一天 或者是延后一天来使用国武 三天廉价国道出了彩单一费率 免收费时段为凌晨0点到5点 西部国道在假期首日的上午7点到12点 国一的内湖到头粪 国三的木炸到香山实施南下高承载管制 国武则是在前两天上午南下高承载 后两天北上也从下午2点到晚上9点实施高承载 不想塞在车阵中 不少人选择搭乘大众运输 台铁7号凌晨开放订票 截止下午2点已经卖出33万8千多张车票 最热门的东部干线 从21号12点过后到22号南下花都已经销售一空 收假日7点过后 北返的中长途也已经销售完 在我们开始订票的第一分钟就完成了5万多比9万多张的车票 最大的瞬间进线量有到12万 所以在10分钟之内可能热门的班次就已经销售一空 三天假期花东新自强后还需有提供每班120张站票 让民众当日购票使用 而高铁也已经卖出23万张车票 将再加开5万次列车8号凌晨零点售票 提醒民众及早规划 别让交通运输打乱假期步调 来週末进来就民调别过头 关心登革日疫情 高雄迄今最新传出了 登革日的群聚感染 感染到的两个人 都是在中州轮渡站工作的港警 研判是工作所产生的 群聚性感染 为了防堵疫情持续蔓延 从今天起 在中州轮渡站要搭船的民众 都必须要先进行量测体温 迄今中州轮渡站 民众上午搭船前都得量体温 因为在这传出 登革日群聚感染 刚才还没有量 因为它是有一个时间 就是最巅峰的时候 对啊 这样比较安全 比较安全 不然的话到时候被感染了 原来在9月5号 前证区先出现一名登革日确诊 9月6号 小港区又有一名 50多岁男子也感染 两人都是病毒型第三型 虽然居住地不同 但经过调查 他们都在迄今中州上班 研判是工作群聚感染 从早上6点到9点这个范围里面 我们会进行体温监测量控 那如果一旦发现发烧的话 就可能代表着社区已经出现了感染的病例 并且这样的风险 我们必须要感控它进入高雄市区的可能性 为了厘清中州社区感染风险 防疫团队也出动 总共针对周边四个里大规模清查 分17组人力启动地毯式资深员检查 急喷药防治 希望这波群聚感染疫情不再扩大 大约新闻新王朝中高雄报道 另一个关注到的焦点 留职性营养品大厂亚培安素 遭到了消费者投诉 疑似里头出现了变质结块的状况 北市卫生局傍晚宣布了 要求亚培安素有6款 在台湾上市的铁罐装的产品 不限批号都必须要在48个小时内 全面的预防性下架 至于到底是制作的环节 或者是运输还是仓储的过程出了问题 还需要进一步的厘清调查 打开营养补充品亚培原味安素 有民众只喝了一口 却发现有臭酸味 倒出来还结块 凝固成豆腐状 卫生局约谈验者 发现不适待一个案 所以基本上要求全面下架 按照我们台北市实案条例 48小时要下架完成 如果再查获 每一件行为都是开罚3到300万的发患 那这部分我们已经要求 他把国外厂商找来 所以美国的国外厂商 基本上礼拜一会到台湾 我们会做对职 亚培安素市占超过5成 尤其手术病人或糖尿病 洗身患者常用来补充营养 这回发出声明 不只特定批号出包 旗下普宁盛 盛补那 建立体等6种铁罐产品 也有质地移植新问题 由于亚培无法提出具体安全证明 台北市卫生局要求 48小时内不限批号完成预防性下架 针对6款问题产品 统计纪念起 国内供进口超过172万罐 有3000多条通路 到8月为止 共接获600多件客宿 要是推测 问题可能出载 运送和保存不当 它原产品是在美国 所以整个运送过程的话 可能会有一些运送的一些风险在 所以的话来讲的话 就同性质产品来讲的话 其实国产的也其实也不错 检验结果预计一周后出炉 如果确定变值 将依食安法 开罚6万到2亿元 大一新闻才林柯信志 台北报道 有使用手机的民众 大部分也都会使用手机壳 消机会抽印了市售的产品 发现了6成比例的手机壳 都有塑化剂 或是双分A过量的问题 提醒家长了要避免让家里头的小朋友拿手机 甚至年龄更小的小小孩 还会啃咬手机壳 失禁了环境荷尔蒙 会买手机壳是因为要保护手机啊 怕手机坏掉了 一只手机故意想想 在买个手机壳保护它 几乎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而手机壳材质通常偏软 常见的是皮革 细胶或塑胶 小机会抽烟20件样品 却验出塑胶材质中有7成5含双分A 那有7件它测到是介于3到10之间 PPM 那有8件是介于11到99PPM 但是我们是参照美国加州65号议案 假如说你今天这个产品 要是有危害性的物质 那你必须在外头去做标示 那它的浓度下限是3PPM 台湾虽然还没有规定 却严重超出国际标准 双分A主要存在于奶瓶奶嘴等塑胶制品中 具有耐热高透光及耐冲击的特性 却会干扰人体内分泌 甚至造成糖尿病及心脏病 而因为放入口中就容易被融出来 让专家更为游行 假如说旁边的小朋友小baby 在那边吵吵闹闹闹 我们的这个手机实际上非常好用 小朋友小baby去看 它大概就会安静下来 不过过不久又烦了 那甚至会很好奇就拿起来摇摇看 小机会表示选购手机壳也摇看标示 材质是PC就尽量避免购买 也呼吁政府把手机壳列入日常生活用品 对其中的材质含量做规范 民众才能安心购买使用 大约新闻林怡婷张略嘉台北报道 下巴痛也是心肌梗塞的警讯吗 台中东是一名果农 他到医院里头本来是要看肾脏病的 随口向医生一提自己其实下巴也痛了好几天 幸好这名医生相当的警觉 请他赶紧去做心电图 结果一看他心肌梗塞超过三天了 险些危机到生命 乍听之下您可能会觉得下巴痛 与心肌梗塞怎么会有关联呢 但其实包括了因为心脏还有左手臂 颈部都是共用同一条的感觉神经 所以一旦如果您发生了心肌梗塞 不只会有胸痛的状况 连带包括了下巴颈部以及左手臂 可能都会隐隐作痛的 加上如果您本来就没有运动伤害 又具有三高的病史 发生了这些部位的疼痛感 都要特别地提高警觉 70岁果农糖尿病肝硬化洗肾 虽然罹患多重疾病 但定期回诊追踪 10年来控制的还不错 有次回诊肾脏内科 轻描淡写和医师聊起下巴痛 医师警觉不对 要求他测心电图 结果居然是心肌梗塞 血管就是胖胖的这个很好 他这边就突然间 怎么就变得很窄 后面再慢慢有出来 其实这个地方就是有问题的地方 心肌梗塞通常会胸闷 胸痛 但这患者却以非典型症状来表现 撑过急性期不代表没事 因为血管还是塞住 再不处理 有可能连心脏都突然不动 病人就是只是觉得说 他只是一个下巴不太舒服 喉咙这样卡卡的而已 那他当然也很难联想 跟他心脏有关系 厉害的那个胸前疼痛 或者是那个辐射到下巴 或者是那个左肩 甚至会有剧烈的刀汗 现象如果严重的时候 他甚至会发生那个血压下降 休克的现象 轻乎小病小痛 有可能延误时间酿成大祸 多亏医师细心就会一命 大爱新闻中部综合报道 健康密码360系列报道 今天要提供给您的数字密码是150 糖尿病患者呢 长期血糖控制不良的话 容易引发病发症 严重会导致失明 医生就说了 不管糖尿病患者是空腹 还是饭后 这血糖值都要低于150 才不容易发生眼部的黄斑部病病 少量多餐 饿肚子容易晕 手还会战斗 61岁的王先生 糖尿病史超过18年 血糖最高时标破300毫克 控制饮食也积极运动 但糖尿病引起黄斑部病变 视力受到影响 糖尿病患血糖没控制好 有失明危机 20多岁的黄小姐 以前把饮料当水喝 胰岛素分泌异常 左掩饰网末出血 差点失明 我们不太爱喝白开水 我们那个期间 事情会越来越模糊 很多过去糖尿病的病人 只咽空腹血糖 早上一大早的血糖 其实那个不够 那如果说我们要求一整天 不管你是空腹 还是吃饱饭 原则上能够做到血糖 都不超过150 OK 对眼镜比较没有影响 医师说糖尿病患要严格控制血糖 血糖最好别超过150毫克 糖尿病两个主要的病变 在眼镜就是往往病变 为失明 那在肾脏就是肾脏病变 那最后就会要洗肾 控制好血糖 才能远离危险的并发症 大爱新闻 皇子林杨俊廷台中报导 长照2.0 有越多年轻的照服员投入 就能够让台湾高龄社会的照护 不出现断层 台中慈祭护理之家 就有这么一位 他相当年轻 23岁的照服员 跟长辈们在沟通上 却毫无隔阂 特别有话聊 是名副其实的忘年之交 姐爷喝牛奶 好 23岁正是青春年华 许多同龄女孩 向往打扮光鲜亮丽的工作 姐姐 脚要动 再一次 你刚刚很厉害 一 二 三 穿戴护腰时日常 帮适能长者处理大小事 照服员 廖斯文 还是老宝贝的忘年之计 那你不能再叫我小姐啊 对不对 太老了 小姐太老了 我叫什么名字 你几岁 103岁 高龄 毛爷爷跟廖斯文 相差80岁 我们就是像他们的孙子孙女 就会跟他们玩 然后让他们比较开心一点 我们逗他们笑的时候 他们就会觉得说 今天比较有人在跟他互动 比较开心 你叫毛还是毛毛 毛 毛毛毛 爷爷 都是你啊 这边的工作人员对他来讲 就是比较亲和力比较足够 廖斯文是科班出身 之前常常参加服务性社团 在台中四季护理之家 帮助长者们越来越健康 他原本就是卧床 这阵子就父亲之后 有活动之后 然后营养顾得好 然后就体力上面就会比较好 年轻照服员在职场上还是少数 过程难免劳心劳力 然而有了这些经验 或许更能够从容地面对无常人生 廖斯文说 他把老人家当成孩子看待 用热情克服困难 每天都在学习 都有收获 花莲七月吉祥月孝亲祈福会议集 将在周日一连举办两场 将会用首语音乐剧传达 亲恩号联天 今天慈祭志工十分秒必争地 完成了场地的布置 竹子一向是我们 近诗人文里面占得很重要 因为竹子的台语 就是德嘛 点 上任也要我们多学习 竹子的高峰亮节 除了竹子的场布 还包括了宋子观音图 屏风等等 从穿堂一直延续到会场 场布起来相当庄严 这些都是慈祭志工们延续务命 从台北台中以及高雄三地运送到花莲 再重复的利用 也广摇会众 这个周日以清静庄严的心共襄胜举 花莲七月吉祥孝亲祈福会 也特别邀请到了许多教育界的人士 共同入京葬 有些是因为慈祭曾经原建过校园的希望工程结缘的 有些则是初次体验 各自有不同的感动 自然教室里干人仙校长正在为六年级的孩子上课 有趣的温度变化让孩子们看得目不转睛 虽然校长职务可以免除教学任务 但干人仙校长每个星期还是抽空排了三堂课 维持他的教学初衷与热忱 因为明年度十二年国教就要正式实施 然后想我应该要跟老师一起精进 把握能够付出的机会 从小就住在金社附近的干人仙校长 即将参与花莲七月吉祥乐 亲恩好联天音乐手语剧演绎 练习的过程中 他经常想起两年多前辞世的父亲 感受格外深刻 更因此珍惜与其他人相处的时光 我觉得当父母亲在的时候 其实大家都不会觉得说 孝顺好像也没什么 可是我觉得真的当人走了以后 真的要孝顺就没有机会了 所以我常常在跟朋友讲说 行校真的要及时 来到另外一所校园 辅导主任赖明福 正在和校长讨论音乐手语剧的彩排内容 第一次参与词季活动的赖明福主任 将带着六位合唱团的成员参与演绎 校长对音乐剧的内容相当肯定 对学生的表现更是期待 除了这些男生合唱团的孩子以外 也可以把感恩习福的这样的一个信念 带到我们美伦国中 让更多的孩子能够去了解 孩子他们从原来有一点意愿不是很高的情况下 到最后也慢慢看着整个慈祭志工他们的动员 然后慢慢的就当作是他们整个暑假的很重要活动之一 手机上的群组联系除了约定练习时间 还会针对内容进行讨论和分享 赖明福主任说他们想用音乐剧感动别人 其实自己心中早已是满满的感动 能够参与这次的演绎是他和这群学生 今年暑假最大的收获 大海新闻黄文旗温国家花联报道 发生在上个月的美东水患 新泽西和宾州深陷其中 许多人的家都泡在大水里 房屋严重的损坏 此季志工前往了宾州的最大城 费城来展开发放 给予了包括500元的限职卡 毛毯等物资安抚受创的新 强降雨冲刷 地基流失 路面崩落 大面积军裂 上个礼拜就是因为下大雨 所以淹水淹到 这边来那整个高度 那下面的房子就是 点一是一层楼高的 满载物资奔驰在驰援的路上 此季新泽西分会支援费城联络处 驱车两小时抵达 这栋右边这栋 当时河水倒灌涌进住宅区 许多房屋至今拉起封锁线 暂时无法住人 你住在这里吗 我住在这里 你住在这里吗 是 我们是资计军裁 我们被资计线联络 好 几个天前 因为他们在这里 你好 大家好 我的名字是Haffi 谢谢 做房仲的志工凱特琳 8月正是美国房地产买卖高峰期 仍拨出半天时间来帮忙 因应水患 刺激给予每户500元限制卡 毛毯 符惠红包等物资 当你记录了水 都要清洗 所以要清洗这个袋子 真的吗 对 清洗500元 所以你只能去市场 那是我们师傅 可以帮你帮忙 好 谢谢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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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需要学校的衣服 他们需要衣服 然后可能会帮忙 或者什么需要 新的房子 像衣服 新的衣服 什么样的 及时的暖 由双手恭敬送到受灾的人怀中 这份祝福贴近需求 但新闻真上美之工 王茨卫 王万康 美国报道 柬埔寨雨季大雨 引发了水坝溃堤 还有湄公河的水位暴涨 沿岸地区是泛滥成一片汪洋 此季志工与当地政府 以及其他的慈善团体 共同合作 勘灾也发放给一份 及时的温情 斯丹德龙县道路成汪洋 受到雨季影响 水坝溃堤 加上湄公河水位高涨 居民受水患之苦 一个多月了 没得吃也没得住 灾民往高处走 一块布 一张床 就是一家四口证实的牺牲处 四季志工摊灾后 尽速与省政府总理一整团 青年团合作 展开物资发放 每户四十公斤的大米 一箱泡面和两条土丝面包 足够一家四口吃上一个月 八百七十九户满在 带物资返加 满载各界的爱心 戴新闻知识美职工潘晓彤 洪文清 陈建民 柬埔寨报道 全世界最长寿的福吉党 出现在日本 就是画面当中的松本夫妇 两个人的年龄家总 已经208岁了 也相知相守80年 是真正的从黑发走到白头 松本奶奶二十岁就和松本爷爷 互始终身 走过八十个春夏秋冬 是真正的白头偕老 如今两人相加高达208岁 荣获今世世界纪录 全球还在世的最年长夫妻 松本奶奶抱着奖状 笑得合不拢嘴 大方公开长寿婚姻的秘诀 1937年两人结婚 但经济相当贫困 又碰上第二次世界大战开打 松本爷爷被派去打仗 奶奶说那段日子最难熬 还好松本爷爷最后平安归来 如今儿孙满堂 父母是工作与厉害的 厉害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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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母亲被抑制 孩子们育成了 所以 母亲可能 有点厉害的 目前两人住在乡川县高松市的养老院 偶尔翻翻旧照片复习共同回忆 在院方的庆祝活动中 奶奶还主动倾起爷爷的手 牢牢紧握 默许要一起走完人生的最后一段路 大爱新闻黄静廷编译 而今婚指的是 竭临50年的老伴 今天就有四对的阿公阿嬷 这次的携手做红毯 帅气西装 美丽婚纱 老来 携手走上红地毯 眼前四对禁婚夫妻 结婚超过半世纪 携手相伴 这位黄爷爷对身旁老伴 却怀有深深歉意 在外面 开游览车 就是我一个月才回家鸡汤 他才这样喝奶 我就很感激 他人不错啦 老是 人真做事 他也是都照常会 都会这样啦 太太今天有岁吗 对啦 哎呀 这不一定是岁的哪有岁的 面对镜头勇敢晒恩爱 年近八十的感情越老越深厚 一辈子打拼 从黑发到白发 连皱纹也爬满了脸 因为包容 体谅 眼中的彼此 依然是当初最爱的选择 今天还有中法 提前庆中秋慈善单位邀请服务的两百位长辈 围如团聚 还包括两位仁瑞 台湾现在是高龄社会的 那同时要提醒大家爱要及时 不管是身边的长辈或自己的家人 我觉得能在自己家人当中度过更美好的一个家界 我觉得这是最棒的 放下身段 福伦社成员更当起桌长贴近服务 与生作则带动社会善循环 大家新闻小智姐 李明华台北报道 发生交通事故时难免会心慌 但记得千万不要私下和解 一定要报警处理 因为交通警察大队里头 有一群专业的交通事故审核人员 他们会透过各种的鉴定技术 重建事故现场 让这次的责任得以理清 王女士开计程车执行 右方机车越靠越近 最后撞在一起 机车骑士受伤 向王女士索赔20多万元 王女士自认没有责任 求助交通大队 帮我检视行车记录器 然后就告诉我说 我应该要怎么样自救 我可以去申请鉴定 事故组鉴定 机车为了超越前车 向左擦撞计程车 还给王小姐公道 整个过程要归功于这群辛苦的交通事故审核人员 都有一个很丰富的外勤工作经验 而且他们都要透过专业的训练 来取得一个研判的执照 台中市交通大队13位领友专业执照的审核人员 平均每人每年要审核8000件交通事故 不但要有耐心 还要有好的势力 也相当耗费精神 来帮民众将他们将这边交通事故的一些激证来找出来 来做初步的分析研判 然后将整个事故来做一个还原 除了厘清肇事责任 如果事故是因为交通设施的瑕疵 审核人员也会鉴请路权单位 改善硬体 保障民众行的安全 这群幕后英雄功不可没 大爱新闻张钩蛋李月威台中报道 即将到来的中秋佳节 国人习惯要送礼礼上往来 而现在呢也能给身心障碍朋友 一个自力更生的机会 演唱招牌歌曲流浪到淡水 市场歌手李炳辉 为了身上朋友 意卖中秋半首礼站台 其中听上主厨郑一佳 虽然从小听不见 但他特别用心制作糕点 还兼顾养生 一刀切下 月饼类馅是红酒蔓越莓口味 吸引副总统陈建仁到场试吃 在台北车站大厅 共有20家生肖福利团体 联合推广中秋产品 希望各界仍够响应 我认为最好吃的东西 不是什么名贵的山珍海味 而是用心制作 用爱丰培的料理或小点心 都会有它啦 民众大口试吃 却不一定购买 以唐市政基金会来看 往年中秋整体销售 大约两万盒 今年买气却大幅下滑 企业的买气 以往来讲 他买的那个单价跟数量 都会比较多 那今年实际上有一些下降 现在落后大概20% 各种爱心礼盒 都是送礼好选择 也能支持身障朋友 发挥一技之长 大新闻蔡林柯幸志 台北报导 大家我们一起来关心今天的天气 那么今天我们全台湾在中午过后 很多地方都有明显的午后雷震雨 预计明天也会是类似的天气 天气仍然不是很稳定 另外提醒大家要特别注意的是 明天将会有今年入休以来 第一道影响我们台湾的封面 在明天的下半天就会抵达台湾 那么这一次主要的影响范围 是在我们的北部跟东北部地区 所以这个天气会有些变化提醒 大家要特别注意 从云图上面可以看到 目前这道封面的云系的位置 已经来到了中国的东南沿海 正逐渐地朝我们台湾方向 在移动当中 预计抵达时间就是在明天的下半天 大概在下午过后 那么到晚上的时候 那么预计总影响时期 包含封面的本体 封面后方的东北风 偏北风阻影响时间从明天晚上开始 会持续到大概礼拜一礼拜二左右 提醒大家要特别注意 除了我们预计北部跟东北部 都有机会会有震雨之外 温度也会稍微的往下降 会开始有一些凉意 不过因为这是入秋以来的第一道封面 所以还不算是很强 不会影响到非常南部的地方 所以中南部 大致上还是维持比较稳定的天气 但是在中午过后 比较容易有午后雷震雨 甚至也不排除会有局部比较大的雨势 所以提醒大家 明天整体来说天气都不是很稳定的 另外提醒大家 特别注意的是 目前在菲律宾旅宋岛上空的 这个热带扰动 这个热带扰动要特别注意的是 它还有增强的机会 有可能会慢慢增强成为热带性地气 甚至也不排除增强成为台风 那么要特别注意的是 它预估 未来它的移动路径 会逐渐的朝北边移动 有可能经过巴士海峡之后 慢慢的往西边移动 所以有机会影响到我们台湾的南部 那么最重要要特别注意的是 当它在逐渐往北边移动的时候 北边的封面云系也在逐渐南下 所以有可能在礼拜天 它的外围环流所带来的 偏东南风到偏东风 有可能跟封面云系南下之后 所带来的偏东北风 有交互作用 如果交互作用比较明显的话 在因封面北部跟东北部地区 不排除有机会带来 比较明显的雨势 那么这个是 这个周末要特别注意的天气的变化 也提醒大家要稍微注意 如果安排一些出游行程的话 要稍微留意天气 可能不是很稳定 另外我们从未来几天的云图 下面可以看到 这个是我们刚刚提到的 封面云系 还有在菲律宾上控的 这个热带扰动 不排除在周末的时候 就会增强成为热带性低息 所以要注意它的外围环流 是不是会跟整个封面云系 如果时间刚好凑在一起的话 不排除会有一些交互作用 另外要特别注意的是 目前在菲律宾的 另外在这个关岛附近海面上 还有一个最大限低息 未来是有机会增强成为台风的 可能在下个周末会稍微 会比较接近你们台湾 可能这个是下一周 要特别注意的天气系统 那么接下来看一下 未来四天比较容易下雨的地方 在明天晚上的话呢 可以看到慢慢的 就有一些北风跟东北风南下之后 北部会变成主要比较容易下雨的地方 中南部的话 主要是在山区比较容易 我或雷震雨 礼拜天到礼拜一礼拜二 基本上都是持续有点偏北风到东北风的影响 那么礼拜天大家可以发现到 这个气象预防模式 所模拟出来的降雨的热区 是有点在东北部地区 这个就代表说 可能是有点 这个东北风跟南边的热带性的 天气系统的一个外温环流 偏南风的一个交互作用 有可能在这个地方 其实这个降雨的热区 这个是礼拜天的天气要特别注意的 也是外景要特别关注的 因为我们来看一下 在今天晚上割地的天气的话 可以看到降雨机率都还是比较偏高 有一些地方 五后雷震雨可能会持续到晚上 最主要是因为天气是比较不稳定的这个状况 那么低温大概在25到27度 高温大概是28到30度左右 那么你来看一下 明天各地的天气的话 基本上降雨机率都还是比较偏高 中南部的话是比较容易有 五后雷震雨北部跟东北部 其实虽然说下雨的时间是在中午过 不过这是封面所造成的这个降雨的这个情况 低温大概在25到27度 中午高温大概在30到32度左右 不过这一次封面云气 南下也要特别提醒大家 大概在礼拜天礼拜一的时候 可能会稍微有点降温 低温是有机会下降到只有22到23度左右 尤其在北部跟东北部 可能要稍微注意调整一下穿着 那么最后几个重点再次提醒大家 第一个就是秋天的第一道封面云气 再加上热带性低气压 但现在是一个热带扰动 在周末是有机会增加成为热带性低气压的 可能要特别注意周末的时候 这两个天气系统会影响到我们台湾 要特别注意的就是两者之间 有没有一个交互的作用 那北部跟东北部会转成云多有雨的天气 在明天下午的时候 中南部在上午还是比较晴朗稳定 比较炎热 要特别注意是中午过后 比较容易有午后热对流 礼拜天温度会稍微往下降 另外就是沿海的风浪会比较大 出了封面云气的影响之外 南边的这些热带的系统也会带来一些长浪 所以呢海边的环境并不是那么安全 也提醒大家可能要稍微的注意一下 如果前往海边活动的话 要特别提高警觉 以上就是今天的天气 我们看详细的天气数据 感恩您的家住 祝福您全家平安顺心 我们下回 我们下回